心脏好不好身上五处地方会说话 看看你有没有呢 最好是一个都别站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君主之关心脏 因为皇帝内经对我们的五脏六福做了分工 所以说这个君主之关呢就是心脏啊 人人都知道心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中意上讲心的君主之关 五脏六福之大主也 就是说这个心脏是五脏六福的主 就像说我们说的主心骨就是这个样子 在心意上呢我们常常认为这个心脏呢 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 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需要运动 需要这个能量呢都是由心脏供给的 所以一旦这个心脏过牢 撂挑子那就意味着生命终结了 我们看那个很多电视上 那个走着走着走成一条直线了 那个时候是心脏就不工作了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合护好我们的心脏 另外呢最近这几年心血管病发率特别高 越来越年轻 那心脏在身体内我们摸不着看不着 那怎样才能时时刻刻关注他的情绪呢 如果你出现了这五个方面的异常 就说明你的心脏呢可能在闹脾气 首先我们说这个是嘴唇 是不是应该圆韵丰满色泽红润 你看那个小孩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说如果这个嘴唇呢长期这个干燥 起皮没有血色 甚至是发白发紫不犯红色的 这就说明心脏有问题了啊 心脏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泵血 其实唇色是能很好反映出我们这个血液的情况 侧面呢也能反映出来我们心脏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这个血液不足啊 甚至这个血色暗淡了 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观察唇的颜色变化 就能发现我们心脏的异常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手指末端是不是又肥又厚 所以手指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冰凉啊 如果是这种情况说明你身体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因为我们说这个血液循环这个血啊 它是调节温度的 所以这个四肢冰凉呢是你那个血液循环达不到四肢末端 这个就是血液能够到四肢末端 所以我们手脚能够温序的一个作用啊 如果说你这个四肢得不到血液的乳氧和温序呢 它自然就会出现异常了 像这种情况呢也常见一些心脏内的疾病 所以说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也一定要重视 第三个就是心前驱异常的跳动啊 我们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心脏的跳动是比较微弱的啊 人眼看不到 如果说你明显的感觉到心前驱的起伏跳动或者心率不齐 那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我们说这个胸跳应医是我们中医诊断心脏病的一个大法 就是说你跳动的时候那个衣服都跟着跳 但是那是比较重的一种 第四个就是下肢莫名其妙的水肿啊 好多朋友呢一听到水肿总认为是脾虚失重导致的啊 因为这个科普呀包括这个网上也经常这么说 其实有一种呢我们叫心源性水肿就是心脏功能不好也能引起下肢的水肿 而且呢这种水肿呢是称于对畅状态 两边的腿呢都差不多 而且呢会出现凹陷啊 这是呢因为心脏它有几个功能是心脏的后复和增重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治疗心脏病西医里面用利尿呢 它就是减轻心脏负担 那换句话说你的水液代谢不好呢 也是由于心脏功能不好的原因 所以这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第五个呢就是看舌头的颜色 我们中医上讲舌尾心之苗 就是说呀如果心脏出现了病变是可以通过舌头上反映出来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舌头呢看着就比较全了 不过说舌头偏于淡红甚至发干发紫 那这一定要注意了多属于这个心脉欲阻 同时你再结合一组心慌心计啊 失眠啊包括心前去偶尔的跳痛啊 像这种朋友呢心肩呢容易发红的呢 我们认为是心活旺盛心活扰乱心神啊 容易出现心慌心计失眠多梦啊 像这种情况呢都提示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 以上讲到这五种的心脏出现的异常警示信号呢 我们一定要重视 我们应该怎样好好的护养它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从生活习惯中入手 所以我们说养生最简单最省钱的就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你比如饮食 饮食清淡一点 辛辣油腻的少吃一点 减少这个血脂身高的风险 另外呢维护好我们的心脏系统 你比如适当的喝水 喝水有的时候可以促进血液的先陈代谢 帮我们排除血液里面的毒素和垃圾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点小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及时用药啊 我在这个里面提过很多次 我们中药除了能治病 而且还有养生的功效 中医中药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出发的 从皇帝内经一直到我们近代这个中医药学里面 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平时我们要多关注自己的血压状态 血压升高 他往往对心脏的损害比较大 所以血压呢也是一项 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打到视频下方 我来帮你解答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感谢观看